生肖猪,虽说是凡尘俗世,但美好的事物依然有很多,它们掩埋在历史中,被扬在晨光下,隐藏在无限的未来里,发现,是最好的拥有,欣赏,是最美的珍惜,学会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,提高自己的人生品格,进化自己的灵魂境界。 出生在蜀猪年份的朋友,它们天生比较精明灵活,为人处置什么十分在行,以往的霉运坏事通通消散开来,身边将会出现贵人的相助,运势也由岔转变为旺盛。 不时他们还会遇到方横财的时候,未来他们可谓是后福不断,福禄寿,养人都会占有,生活也是洋溢着幸福的味道,转轻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,世事也是顺利无比,生肖猪的人心平气和,思维敏捷,比大多数人都聪明。 九月下旬几集心照耀,届时可谓是福星要命幸运无比,正才偏才希望,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,即将迎来闲鱼大翻身。 另外说吐的他们,未来四个月应该多参加商业上的聚会,皆是贵人,同时应当注意,要懂得整理及利用好自己的资源,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经过这些努力,未来天天笑容挂脸上。 属下猪甭财新旺十月份最旺财,属下猪贵人运会比较旺,特别是一性贵人运好,这个月能够说是属下猪正财,旺偏财多的一个月份。 他们是财神为户,就算是穷户,也便身土豪命。 涉重带有财气财气,不报生辰,命运上加,属猪人还会有业绿,桃花盛开,单身者容易收获美满爱情,恋爱者踏进婚宁殿堂,结婚者容易好运。 财运,小吉,本周财运大好,官运会使你的政策锦上添花,此段时间适合与政府合作项目,会很容易操作成功,也一定会实现大的盈利,寻找与政府合作的机会。 事业,中平,本周你的做事方式尚要彻底的改变,不然会困难重重,突破不了事业瓶颈,尤其要在管理上努力而为。 爱情,小吉,本周感情上桃花正好,异性人较佳,单身人师可趁此机会多与异性交往沟通,成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些,多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认识新的朋友,人缘,小吉。 本周,我们不妨转移视线,业余时间多跟同事朋友聚聚出去游乐一下,对人际关系的发展好处多多,对重要朋友的情缘发展,也是很有利的。 祝愿属猪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属猪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。 吉祥如意,招特内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